方式来做 那现在的话不用 你看他马上就帮我做一个 也不需要写什么程式就有了 所以这部分的话 那怎么做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部分 布局大概是这样 那里面的话呢 我讲过 我要怎么样让他更新 里面的话呢 在Timer上点两下 Timer上点两下 他会触发一个事件 叫什么 Timer的 这个Tick 这个Tick的一个事件 就跟你在Button上点两下一样 他也会跳出那个事件 你就在这里面撰写 那撰写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 我们每一秒钟增加1 加1就是让他每一秒Tick一次 加1丢给这一个 那怕说这个数字不够大 所以我们用 Int32 所以这部分可以要比较大一点数字 那这边的话会用到一个叫 ViewState ViewState的话就是 必须把值保留下来 我们会用到ViewState的 这一个 这个这个物件 那这个物件的话就会帮我把它保留在 这一个Second Second里面 那这个有点像我们前面用到一个叫Session 物件 Session物件 那ViewState呢 我们可以保留 这个 Second 跟mini 那这边后面加一个判断就是 如果 Count 1大于59 就是59秒 那就是60秒 60秒之后怎么样呢 就怎么样 把它归零 就变成60 然后就零 那怎么样呢 再把Count 因为已经加 加了一分钟了 所以再把什么Count 再加2 这样的话呢 再更新更新 因为 我们的值要怎样 放在这个ViewState里面 有没有 再把它丢进 ViewState有点像 这个一个 Server端 的一个 暂存的 一个 这个 变数的空间 我可以把值暂值放在那个地方 然后到时候呢 再把值 把它抓回来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部分 好 这个我想各位 试着把这个 范例rown一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个TimerTicket 这个这个 这个的 控制项使用方式 那其实呢 TimerTicket 这个 Timer的控制项使用起来并不复杂